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自己投放和故人运送包裹的方式制造爆炸 而他自己也在案发现场被炸身亡 至于制造爆炸的动机 西华社说维言勇因采石生产与附近村民相关单位产生矛盾 而制造这起案件 但是网络流传 维言勇是由于两年前网络失言 而被当地警方送监一年而蓄意对政府进行报复 在当局严密管控新闻的今天 维言勇的真实作案动机或许会随着他的死亡而消失 这一系列爆炸案到底是反社会还是反政府行为 这样的行为算不算恐怖主义事件 在中国社会矛盾重重 官民关系高度紧张之际 当局应当采取哪些举措来防止高压锅的爆炸 时事大家谈 首先邀请时评人对这个话题进行讨论 参加讨论的有两位嘉宾 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何平先生通过skype从纽约参加讨论 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 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 我们欢迎两位 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 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关于韩永齐人以及他的作案动机 中国国内的报道是怎么样 网络上的传言又是怎样 这个事情现在还是有些扑索迷离 虽然这个官方已经出台了正式的说法 但是呢这个还是难消这个民间的疑惑 主要我觉得还是现在政府没有什么公信力 所以呢这个 而且他这个过程中间啊 这个广西的这个柳城的这个官方 他一次改变说法 甚至于这个新闻发布会 开着开着就没了 那么到底这个是锁定了 他说他锁定了这个嫌疑人 后来又把这则消息又删掉了 然后这个 等到最后最后啊 出来说是这个 他已经把自己炸死了 那么到底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真的是 自杀性的这个爆炸把自己炸死 因为按说啊 这个人如果他是一个 很懂得爆破的人 那么我想除非他自己想死 那么否则的话 他可能把自己炸死 所以现在呢 这个网民们就是有很多的质疑 就是这个事情到底这个实情是什么 那么还有就是看到南华早报采访 这个嫌疑人的亲属 他们也提到 就是这个采石场因为有纠纷 然后呢 这个韦英勇 他们曾经付过十万元给当地的干部 然后但是呢 这个事情没有结果 那么现在网络上 另外也有一些个图片贴出来 但是我们也 目前来讲 有的可以确认 有的还难辨真伪 就究竟这个韦英勇是否 这个被曾经在一年前被这个警方关押过 等等等等 这些情况现在都不清楚 但是可以确认的就是 他这个微博上 他用无奈的眼神这个名字 他讲 说等哪一天 等到哪一天我变得疯狂 请记得我单纯是被你们当傻子一样傻 然后说必须往前走 因为没有退路 我会拼命换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等等等等 这些 那么当然看呢 这个中间还是有引擎 究竟这个事情是 他的动机是什么 因为从我们来讲 我们肯定是谴责一切的 这种袭击贫民的 这种滥杀无辜的行为 那这个事情冤有头战有主 那个你如果说你要实施报复 第一我们不赞成 才有这样的办法来实施报复 第二呢 你这个无区别的去杀害老百姓 这个事情呢 当然我们也不能够赞同 当然这个事情的起因 是否这个柳州的警方 他们要掩盖什么 这个现在还是搞不清楚 那么到底这个人是被抓了 然后死掉了 还是呢 真的是被炸死了 现在也有很多人在怀疑这个事情 而且这个韦英勇的亲属 他们对于政府的说法 他们是不接受的 他们认为这个韦英勇是个好人 很难相信韦英勇策划了爆炸案 所以他说我们不接受 这些指控的事实 没有足够的证据 所以现在我觉得好像 广西警方呢 可能是希望草草的结案 然后让这个事情 被大家慢慢地忘记 那么但是这个事情 到底它的作案动机是什么 是否有被掩盖的一些事情 现在还搞不清楚 谢谢 是 何平先生 我们看到官方呢 在10月2号发布了新闻 介绍了韦英勇 然后说他是因为采石生产 与附近的居民和相关单位 产生矛盾 而制造这起爆炸案的 但是至于韦英勇 他的身份是什么 并没有说明 而且没有细节的报道 没有后继报道 让所有人心里边对此都有 确实可以说是疑团重重 您认为当局为什么 不把事情讲清楚 说明白 他们是在试图掩盖什么事情吗 在中国现在的这个体制下 法律体制和新闻体制下 不可能把任何的这种事情 真正讲清楚 像这样一段悲剧 在欧洲 在美国在比较发达的文明国家 也会发生这样的一段悲剧 但是这段悲剧发生以后 不会进一步的 就是加深政府的对抗 或者是至少不是那么严重的 使人们产生那么多的差距和不信任 主要的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 如果在美国或者是欧洲 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甚至在台湾和香港 那么这个媒体的报道 基本上是 只会你涉及到特别敏感的 加速的这个隐私的问题 或者是其他当事的隐私问题 那么媒体的报道是 是自由的 是开放的 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 人们可以通过媒体 尽可能去普通一些 在媒体的角度上面的一些真相 对媒体来讲 信任感是有一定的程度的 那么这一次事情发生以后 媒体首先是被控制了 对吧 完全由官方来发布这个消息 那么这样的话 就缺换了基本上的 我们对一个事情判断的 一个消息来源的一个信任感 那我为什么一定要相信 你公安局的这个新闻发布费 所以就是那么可信的呢 对吧 第二个就是 这个这样一个事情一旦发生 那么不仅是公安系统 这个尽快的介入 就是警察系统尽快的介入 而是检官 作为代表政府的 代表国家的一个 一个起诉方 他会很迅速的介入到 这个刑事案件里面来 那么我们一般来讲 从司法的调查的角度来讲 就有了两个来源 一个是警察的来源 一个是检察院的来源 检察官的来源 那么这两个来源 他们是互相牵制的 他们是互相 就是有一定的 彼此的监督能力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人们就有了更多的 这个判断来源的资源 那么现在中国的 整个的这个司法系统 完全是跟他们控制 所以他没有什么检方 就是市委书记或者省委书记 他们在要求这个 这个司法应该往哪个方面调查 所以我们现在来对这个案件的判断 基本上就是讲一讲闲话而已 因为权方可以信拉的这个消息来源 权方可以信拉的警方的报告 警察的这个报告 所以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那都是理所当然的 都是正常的 这就加深了这个不正常事情 这个悲剧事情的进一步可大的可能性 所以有人就说这是爆炸版的杨家 有人说这个是有更大的黑幕被掩盖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是因为这个消息来源不可信 是因为公安局的这个记载会 不可能相信他 所以他任何的还案在后面 我们都有走过的理由去推测 去传测 去流传 这就是中国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 社会世界的真正的危险性 就是人们对政府 人们对媒体没有信任感 张立凡先生 刚才您谈到了中国国内都一直在传的 韦英勇 他在腾讯微博上发的这一条微博 您刚才谈到了 就是说等到哪一天我变得疯狂 请记得我单纯时 曾被你们当傻子一样耍 我杀人的时间快到了 是当地政府让我走这条死路的 今天我还看到另外国内这个微信上 传另外一个消息 就是韦英勇的另一条腾讯微博 他说一个社会如果好人觉得 活得安心滋润 坏人活得动荡而焦虑 就会不断有坏人选择做好人 反之如果好人活得动荡而焦虑 而坏人活得安心而滋润 就会不断有好人选择做坏人 坏人做坏事不可怕 可怕的是好人不得不做坏事 那么从您的分析来讲 韦英勇这样的行为 它是针对社会的呢 还是针对政府的 换句话说它是反社会的行为 还是反政府的行为 现在很难判断 这个我们以前看啊 有一些个比如说 我曾经看就是有一个人去这个砍杀幼儿园的儿童 那么这个 但这个幼儿园的这个孩子呢 很多是这个政府官员的孩子 那么当然幼儿园也 据说也贴了一个横幅 就是叫冤有头 债有主 出门又转是政府 那就是说你要 你要砍的话 别砍孩子 你该找谁找谁去 别上我们这儿来 但这一次呢 它确实这个 它爆炸的这些的地点啊 和爆炸的这个手段来讲 我觉得好像你很难说 它有什么样的选择性 觉得它有相当的随意性 那么当然一般来讲 我们觉得这种随意性的 这个选择目标 那么可能是这个 就是像这种 有这个反社会的倾向 但是它也有一些是这个 比如说它选了一个 大普镇柳城监狱 还有大普镇政府 这些呢 它也是在选择的范围之内 当然它也有一些公共设施 比如中医院 还有什么这个超市 还有序幕局的宿舍等等 还有小区 这些来看呢 怎么说呢 我觉得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就是说它可能 但用它自己的描述来讲 它说它是被政府逼出来的 但是呢 它可能要制造一个 惊天动力的效果 这个效果呢 实际上就已经是 针对整个社会 但是这种做法吧 我觉得这个 中间它可能还是有 它自己的一套逻辑 就是我被政府逼成这样了 所以我要让你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政府把我逼成这样了 但是这个做法 本身第一我们认为是不可取 但是第二呢 我们必须要考量它的动机 我觉得这件事情 它还是由于这个政府 对它的诉求没有做出 相应的处理 可能导致了它的情绪失控 所以到现在我们确实 缺乏很多的资讯 而且官方呢 它也一再强调 就是说 以官方的说法为准 然后呢 如果你要自己来解读 那你可能就是造谣 那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我们没有评论 这件事情的自由 这种情况使我想起了 天津的爆炸案 其实天津的爆炸案 和这个程序上是一样的 就是在事件出来以后 虽然天津的面 影响面也比这个大 爆炸的当量比这个大的多 但是呢 这个次的它确实有很多不确定性 让大家心怀恐惧 但是官方的手段是一样的 就是压制舆论 压制不让报道 不让这个质询 一直压制到最后 那么当然这次有可能 广西是一个成功的压制范例 天津是一个失败的压制范例 那么这一点有可能 就是还有真相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可能还得等候 或者还得继续挖掘 谢谢 何平先生 两个问题 第一个 这次爆炸 它的规模和它的数量 确实是前所未闻的 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内 前后发生了十几起爆炸 死了十个人 五十多个人受伤 像这样的行为 中国政府马上就说 不是恐怖主义行为 在你看来 什么叫做恐怖主义行为 什么不是恐怖主义行为 这是第一 第二 对于这样的行为 中国可以说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维稳力量 为什么没有能够及时发现 来防范这种暴力事件的发生 对恐怖的定义 如果按照中国现行的政治行为来看 它基本上就是 只要是维维人干的 那就是恐怖袭击 汉人干的 就不一定是恐怖袭击 比如维维跑到一个地方 拉刀杀了几个人 那就是恐怖袭击 如果是一个汉人 或者是一个极端民族 这个维先生可能是一个壮作人 那么他就不是一个恐怖袭击 所以这个里面 他对这个恐怖的定义 从这个媒体的报道来看 是有种族的歧视的成分 也有了就是对一些 这个维维人正常的一些 就是说传统上的这种 刑事犯罪行为 实际的刑事犯罪行为 上升到恐怖袭击 这是为了他们来控制 这个新疆所裁判的 一种侵蚀性的政策 恐怖 反恐怖发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新疆频繁地发生 这种刑事案件所引发的 那么就是你一般来讲 就是按照现有的 中国的这个反恐怖法的 一个定义 就是说你发生的这样的案件 操成了社会性的 公正性的这种恐慌 对国家的治水造成 那个这个维先生 他一样的这个案件 这个涉嫌的这个案件 这样的一个爆炸案件 难道不是一种恐怖袭击吗 对不对 难道一定是后面 有一种民族的背景 你这能列为一种恐怖袭击吗 对不对 这个东西定义本来就很不清楚 中国的这个法律吧 等于是政府的法律 它跟民政其实没有关系 它不是一个国家意义上的法律 因为这些法律 没有经过很严肃的 很认真的各个利益集团 或者是立法系统之间的认同讨论 就是一个什么国安系统 或者是公安系统 甚至搞得不好 是一个什么新疆工作领导小组 他们旗子的一个文件 通过这么一个前国人大来通过一下 它就是一个法 中国的法是很不严肃的 所以它的鉴定也是模糊不清楚的 所以它是不是一个恐怖袭击 在法律上怎么认定 是以中国的法律为认定 还是一个国际的法律来认定 这个是不清楚 随便不得上 对吧 中国控制的这么宁命 就是因为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激励 比任何国家 比任何社会 或者比以前的 中国的任何时代 都要来得凝重 就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的不公平 中国的法律系统的 不能维持基本上的 社会和政界的底线 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 操作了极大的 不合理的 不合法的 这种平复差距 是因为中国社会的 整个的政治的能力 法律的能力 和社会的能力 出现了错乱 所以中国的社会的 这个警钟关系 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么政府 它也不愿意走一条正确的道路 什么叫正确的道路 我们前面讲了 你就应该允许媒体 进行最基本上的事实报道 而不是由你来控制的 而是同时要让这个 司法系统 扮演这个社会上的 最低的一个保护线 最低的底线 社会上最低的一个 一个国家在地的底线 一个国家 这个秩序的在地底线 就是司法系统 中国的司法系统 被党控制 被台权阶层控制 那么你就 见不得让人们 知道真实的情况 这个情况发生以后 这个社会又没有一个 公正的司法系统的机制 所以整个社会的 这个矛盾是随时随地 都可能出乎 这个医疗之外的这个爆发 那么中共现在比如说 你在北京可能装了 这个多少个监视器 或者是情况有多少个警察 但是这种监视器 和这种警察的体积 它毕竟有一个极限 它没办法把所有 所有的这个社会系统 百分之百的控制起来 那么所以 你今天控制了 这个系统出现了一个事情 可能把情况的 炸药又控制了一下 但是产生一个爆炸事情 不一定是炸药 对不对 那么已经是刀 刀也被控制了 等等等等 它就是发生一个事情 控制一个事情 发生一个事情 控制一个事情 但是操作这种社会的贼纳 操作一种悲剧 操作一种形式的案件 它所产生的新气 那不一定是这个炸药 不一定是这个刀 对不对 所以叫防不胜防 根本就是防不了 那么你只要在根源上 不出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中国最多的警察 最多的这个秘密的航空 也控制不了悲剧的发生 所以今天会发生 这个明天会发生 那个警察忙得不得了 地方的官员非常紧张 非常紧张 因为他搞了半年没用 一个案件发生了以后 他可能没有背景的官员 他可能申请就申请不上去了 所以其实各方的压力 都会让他打 社会老百姓压力很大 整治提前到 会发生那个事情和这个事情 所以中国现在 这种错乱的情况 并没有因为 它的经济上的高速成长 就已经得到了广告 也没有因为 它的警察系统 警察系统控制社会 就完全防备了 恰恰相反 情况会越来越临重 最后我们也偷垮整个的 管制体制 好的 接下来我们接听 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 听听他们的问题 或者有什么评论 首先是宁夏的高先生 高先生 您好 您好 老师好 我看这个 首先不管他微博里说了些什么 那不足为凭 这个信尾的 他不可能 他作为魔鬼 不会说自己是魔鬼 天使也从来不说自己是天使 他的微博是不足为信的 那么南方故事报的报道 就是说这个人开这个采石场 严重扰乱了周围聪明的生活 影响了学生的学习 经常有爆炸声 所以聪明就是成群结队 打砸了他的机械设备 还买了两副官残 什么杀猪在羊 打吃大喝之类的 所以说他是完全是在 报复周围的穷众 既不是说反官府 也不是反社会 就是反人类 好的 谢谢宁夏高先生 接下来请天津张先生参加评论 张先生您好 您好 那个我说一下 这个我这回主要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中国共产党 对这个案件 他的这个报道 那当然是第一 首先是这个坚持党的领导 再一个是他政治需要 再有一个 我这个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说 现在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是什么呢 这个中央电视台 还有这个中国的所有 这个党控制这些电视台 全是唱歌跳舞 是歌舞升行 最近又发 这个这个我感觉非常可笑的是 一个什么呢 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一个 所谓公益性广告 这个公益性广告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爱阅读 你读的是什么呢 我感到甚至对这个东西 我都感到很很气愤 这个国家都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 这么多事情你们不去解决 你们爱阅读 你们读什么呀你们 好的 所以说这个事情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中国政府 这个党 这个党现在真的是让人不可思议了 好的 谢谢天津张先生 接下来是云南的周先生 周先生 您好 你好 你好 现在这个宣传部应该改名为封锁部 他们呢 其实主要功能是 主要是用来封锁消息 不让老百姓知道这样 知道那样 你看多少事情 我就说 团家搬船那个事 还搞不清楚 那天津爆炸到底是什么东西引起的 你总该让老百姓知道 当然什么都要封锁 现在对他们倒是有个好处 因为这个恶性事件是不断发生 这个这个老百姓这个这个 点子是应接不下 所以这样还没过去 还没报道出来 那样又来了 好 现在搞得 谢谢 腰头腊了 好 谢谢周先生 张立凡先生 刚才您谈到了这个当地政府的作用 宁夏高先生呢 他认为这是一种反人类的行为 那么如果文英勇他有采石厂的经营 这种授权的话 就是经过政府的批准 如果和当地居民发生纠纷 政府应该从中调停 而且据您刚才说 文英勇向当地政府 已经交了十万元的行政费 最后他的采石厂又还是不能恢复生产 您认为政府在这次案件中 修禁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利益驱动 那么当然这个采石厂本身是要赚钱的 文英勇和他的这个 他的老丈人 他们这家人吧 也在这个方面有投入 有一百多万 那么当然这个 他完全是可能形成与周边居民的矛盾的 因为这个爆炸有危险 有噪音等等等等 这些 这个我相信这类的纠纷是会发生的 但是问题是当初设立 比如批准设立这个采石厂 那么我想也是有一整套的 这个行政程序和手续的 就包括环境的评估 危险性的 安全的这个评估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要做的 我认为呢 就是这个 韦英勇的逻辑就是 我已经走完了全部的这个 这个行政手续 而且我也交纳了这个相应的费用 但是我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那么他是从这个逻辑出发 他要进行报复 他觉得这个 他自己被人耍了 那么从官方来看呢 反正是只要你给我上贡 我能收到钱 我就可以批准你 然后呢 但是呢 这个官方的管理显然是有问题的 就是说收了钱 但是有可能 对于这个生产的安全 对于环境等等这些问题 这个他们没有足够的评估 也没有足够的管理 所以呢 形成这种纠纷呢 我认为政府肯定是有责任的 但这个责任究竟有多大 现在我们因为真相不清楚 现在没办法判断 但是现在来看啊 这个显然从 从无论是从这个当事人 还是从这个网民的这种反应来看 就是还是陷入了一种 政府还是陷入一种塔西托陷阱 就是现在你说什么 我们都不信 你说的对的我也不信 你说的错的我更不信 你说的真话和假话 我一概不信 现在变成这么一种没有公信力的政府 那这个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还有一点就是说 社会没有排气阀 政府前一段严厉的打压 拘捕维权律师 造成很多的这个司法救助啊 这个没法正常进行 所以呢我觉得啊 整体上来讲 中国政府在这方面 自己给自己制造了很大的危机 这类危机可能越来越多 就从近一时期以来啊 不断的有爆炸发生 到底是阴谋论 到底是个人恐怖行为 还是呢这个有组织的这种行为 我们现在也搞不清 所以呢这种情况 就是全社会陷入一种恐慌之中 那你说它到底算不算恐怖主义 我觉得这个你不能光从政治上来定义这个恐怖主义 这很可能也是一种个人恐怖行为 那像杨嘉这样的事件 他也是一种恐怖行为 这个这位英勇这个事件也是一样 他给全社会造成了恐慌 给这个邮报大家都不敢接了 这个快递大家都不敢收了 那这个难道不是一种恐怖行为吗 我觉得还是 谢谢 好的 最后我们再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 请各位尽量简短 山东孔先生应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啊 这个县公安局局长啊 他归这个县子一把手 县委书记管 县委书记怎么想呢 我如果是县委书记 那当然就是习是宁人 厂或者活着 因为任何一个县委书记 和公安局长都是买上来的 你不买 你怎么能做到县委书记 县公安局局长呢 我的看法是啊 这个冤民们呢 要提高素质 还是要到美国去 去拦习大地的乘车为好 谢谢再见 好 接下来是吉林的吴先生 吴先生 您好 吉林吴先生 您已经在我们节目当中了 现在吴先生的线路已经掉了 最后请和平先生来谈一谈 现在张立凡先生和你都谈到了 中国社会各种矛盾重重 各方面压力很大 很多人用高压锅来形容中国当今的社会 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维权律师被打 你谈到了司法不公正 还有其他的因素 其他因素还包括民间组织 也受到政府的打压 言论自由上讨论 你认为政府是不是有责任来采取一些必要的减压措施 防止社会在发生类似广西流程这样的爆炸案 我不认为有任何的希望 只要中国不建立正常的 这种一个正常国家 一个现代文明国家 应有的一些最基本上的一种社会机制 中国的这种问题 就不可能通过某一个领导的批示 或者某一个会议的召开 就会最终得到解决 因为它没有最基本上的机制 最基本上的机制就是一个 应有一些基本上的司法 作为一个社会的一个底线 一个媒体 作为一个社会上事情的一个公职的权利 一个社会 大家有参与管理和选择政府的这么一种机制 如果这些机制没有建立起来 那么中国的这样一种事件 就不会通过一些会议 一些文件 或者一些批示得到最终的解决 所以中国这样的事情 我是非常的悲观 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是因为中国政府 中国跟了拿 他不愿意找一个正常的道路 只要他不愿意找一个正常的道路 中国的不正常就会持续下去 好 本来我们要结束这一单元的讨论了 但是我们导播告诉我们 现在有一位广西柳州的听众观众 打来的电话 广西柳州的曾先生 我们听一下曾先生有什么说法 曾先生 你好 听到了 请讲 这样的 政府收了人家钱 收了人家钱又不给人家搞 人家有预见的政府才搞出来的 这样 好的 我在当地我知道了 你认为确实是政府 收了人家钱又不给人家搞 搞了搞去人家不得钱了 人家被政府不满了 这样搞出来的怎么样 不关政府的 不关他的事的 好的 谢谢广西 我到柳州 我到柳州去看过了 我当地 因为我那里比较近 坐车他就搬个小时到了 好 谢谢柳先生 能够跟我们证实 这确实是当地政府拿了为应用的钱 但是没有作为所造成的 好 关于广西柳城连环爆炸案的讨论 到